是的,Canva又加入了一个强大的功能 现在大家不仅可以使用Canva去做平面设计 也可以用Canva来经营影片剪辑了 今天这些影片,我也手把手地教你 如何利用Canva来剪辑影片 hello大家好,欢迎化妆朋友,我是Gayson 我想通过YouTube频道在网上导致一个人品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是完全免费的 在底下描述完,也能够找到很多的经营率频道使用工具 现在我就来到Canva首页 我们选了这个影片 在这里面你可以找到不同尺寸的影片模板 我选了这一个1920x108的像素 像我就创建了一个空白的文档 首先我们需要导入我们的影片 你可以导入任何的影片 例如在这里我就上传了一部影片 我可以把它拖入到画布里面 像我就加入了我的影片素材 我可以对它进行调整和裁切 例如我可以选中这个素材 我点进这里裁切 这边就会显示一个裁切框 你可以对它进行任意的裁切 同时你也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例如我想让这个素材全屏 我把它拉到最大 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剪辑这个素材 你可以选择这个素材 这里有个剪到的标志 我们可以挪动这个框 当我挪动这个框的时候 就代表我剪除掉了这前面的部分 这后面也有个紫色的框 这代表我选中了这两个框之间的所有素材 其余的素材都被剪除掉了 当你把鼠标放到这个时间轴上面的时候 鼠标就变成手的标志 你可以挪动这个区间 接下来我可以加入更多素材 我可以选择影片选项 这里我可以加入更多不同的素材 我可以选中一个挪到时间轴上 你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添加很多不同素材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后面有个新增页面的标志 如果你点击一下就创建一个空白的页面 像我们可以加入一些转场 我们选择这个交号的标志 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新增页面 一个是新增转场 我们选择新增转场 它默认的选项是没有转场 当你鼠标移动到这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是龙解转场 这是滑动转场 这是圆形擦除 这个是直接擦去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转场 通常来说使用的是龙解转场 像我就添加了一个转场 同样的如果你所有的转场 都想使用龙解转场 你可以选择套用至所有页面 这样我所有的转场都是龙解转场 如果你想更改 可以选择这个转场 在这里选择变更转场 这里就可以让你选择其他转场 你也可以选择时间长度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影片 逐渐转入到一个黑色的画面 也是可以的 例如我想在这里新增一个黑色画面 我选择这个转场的标志 在这里选择新增页面 然后可以选择元素 在这里面选择矩形 把它拉大到全部画面 然后我更改颜色 选择黑色 然后我可以更改这个页面出现的时间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就可以加入文字 你可以选择文字选项 这里你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文字 例如这里有一些字型的搭配 例如我选择这一个 调整它的大小 调整它的颜色 把它更改成白色 然后你可以双击修改文字的信息 你也可以给这些文字加入一些动画 例如我选择这个文字 选动画 这里面就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动画效果 如果你发现有些效果是带皇冠的标志 就代表这些效果需要你升级到Kemap Pro才能够使用 如果你想使用这些效果 可以使用我评论区链接 去免费使用30点Kemap Pro 去体验一下这些效果 例如我选择弹跳这个效果 然后也给这个副标题加入一个效果 我选择滑动 现在我的文字就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效果 我们可以来播放一下 除此之外你可以加入一些元素 你可以来到元素里面搜索一些元素 例如我搜索语音 我可以找到这些元素 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过滤区 选择只要找动画的元素 像我就找到很多动画语音的元素 然后我也可以对这些元素 加入动画的效果 例如我选择这个元素 我选择动画 我选择滚动的效果 这个元素我也可以加入一个动画 例如我选择这个平易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可以给这个素材 加入一个滤镜 还是来到元素选项 选择一个矩形 把它拉大 然后你可以调整一下颜色 例如说我选择黑色 然后调整一下透明度 现在我就给这个素材 加入一个滤镜 之后我们可以分割影片 例如我选择这个影片素材 我想去它进行分割 例如我想从这里开分割 我选择右键 选择这里分割 像刚才一段的素材 就会分割成两段素材 然后你可以重重再增加一个页面或转场 例如添加一个转场 这里选择滑动转场 接下来我们可以加入音频 我来到音频选项 这里面你可以脱录一些音频 例如这个是免费的音乐 我可以脱录到时间轴里 现在我就添加了一段音乐 我可以挪动它的位置 挪动到最开始 我可以添加多段的音乐 例如再添加一段音乐 像我的影片里面就有两段音乐 我可以挪动这段音乐的位置 例如这段音乐是从这里开始的 然后我可以挪动第一段音乐的位置 像我影片前半段就是这种音乐 后半段就是这种音乐 你可以双击 然后左右挪动 选择你最想要的音乐片段 然后在右上角有音量 你可以调节它的音量大小 这里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梳放页面或是梳放缩图 像我选择是梳放页面 这个功能就是 当我放大的时候 它就能够放大页面 当我缩小的时候 就能缩小页面 我可以选择切换成梳放缩图 梳放缩图就会控制你的剪辑区 例如当我放大的时候 它就会放大我的剪辑区 当我缩小的时候 就会让我看到整个剪辑区 接下来再教大家一个技巧 你可以加入一些框架 我选择元素 在这里选择框架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字母的框架 你可以加入到你影片里面 在框架里面 你可以加入另外一部影片 例如我可以选择这部影片 这样就会给你的影片 带来不一样的效果 在这里还有一个录制自己的选项 这能够让你快速的使用电脑摄像头 来录制你自己 当你制作完之后 你可以点击这里下载 选择MP4影片格式 选择所有页面 选择这里下载 或者是你可以分享观看链接 你可以分享的链接给其他人 现在呢 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 已经学会如何利用Canva来剪辑影片了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们对于这个新功能有什么看法 你们会如何使用 我的频道里面 还有很多关于Canva教程 就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个赞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Canva YouTube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我IG 在底下描述完 也有很多进入这个频道使用工具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